在紧张的影音后期当中 有请两位 两位今天的颜色很大 哈喽姐 然后这个角色 我们为了时间我就精彩说 这个项目跟别的 或者跟别的爱情举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实际上呢这个角色呢 就是在两位过去出演的角色当中 很多是以亲切呀 也以非常这样的亲和的一种形象 但在这个剧里面 两位都非常强势 然后是一种极致拉扯的关系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什么心得 或者也觉得会一样 帮大家分享 我相信找两位的项目也非常通 然后你们为什么会看到这个项目呢 其实徐坎演的还挺比我 演的戒心要更强势一点 对戒心虽然之后也变成了总裁 但他的强势是属于 以柔克刚的强势 他的那种劲儿都比较偏内战 看看去吃看 呃 抱歉各位老板 有时候我们讲快点吧 还听他是一个呃 非常有人的魅力以及格局 还有气魄的一个人 那么他是没有软肋的 但是遇到激情以后 他开始有了软肋 然后激情是他这一生中 唯一的一个落脚势也是唯一的归属 对 所以其实呃 这样极致拉扯的一种感情 也是大家现在最爱看的就是专注到事业 然后彼此在顶峰相见的爱情是最好的爱情 那么今天也真的很漂亮 谢谢两位 我们期待最终见证你们的CP感 见证美好的成长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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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两位 好的 接下来我要介绍最后一个爱情 就是充满了夏日的暖风 海岛的慵懒 和大海的热情